78岁还被皇上宠幸,武阿哥永齐的生母于妃有什么吸引皇上的秘方? 这里是瑞历史,订阅我,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乾隆56年除夕,已经81岁的乾隆皇帝居然翻了已经78岁的于妃牌子, 一位年近80岁的老太太还能被老皇帝翻牌子, 难道两个80岁的老人之间还能有什么激情吗? 她有什么吸引皇上的秘方? 其实想一想,两名独80岁的老人晚上在一起还能干些什么? 他们更多的是叙旧,是怀念往事,而乾隆赵78岁的于妃事情也是如此。 每当乾隆怀念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晚上赵于妃陪伴自己一起缅怀, 而缅怀的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儿子武阿哥永齐。 乾隆一生有17个儿子,这些儿子中最优秀的人就是于妃所生皇武兹永齐, 而于妃也是在生育永齐之后才母平子贵。 永齐自幼就非常聪慧,学习能力强,精通汉语,满语,藏语,蒙语等多种语言, 还擅长琴棋书画以及天文历法。 乾隆的第十一字永兴是清代著名的宗室书法家, 他的书法成就很高,与刘雍、铁宝、翁方刚并列为乾隆时期书法四大家。 而永兴的书法启蒙正是哥哥永齐亲自教导, 被永齐教导出来的永兴在后来能成为书法家, 可见永齐本身书法造诣有多高了。 永齐不仅精于这些文学方面, 他还擅长骑射摔跤,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 永齐曾与父亲乾隆在木兰围场比试骑射, 父子二人连比三局, 向来自父骑射本领难逢敌手的乾隆, 结果三局都败在了永齐之下, 可见永齐骑射本领之强。 除了骑射之外, 永齐还擅长摔跤, 他自幼就随宫廷善扑营的侍卫练习摔跤, 到成年后善扑营的侍卫已经几乎没人能摔得过他。 从这些历史记载都能看出来, 永齐自幼就像是现代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能力超强, 学啥会啥, 样样通样养精, 综合素质非常高, 当然永齐本身也是乾隆所有儿子中综合素质最高的皇子。 永齐不仅能力优秀, 还极为孝顺, 这也是乾隆十分喜爱他的地方。 乾隆二十八年, 乾隆带着妃嫔、皇子、公主等皇室贵族来到圆明园中居住度假, 晚上时乾隆居住的寝宫失火, 在火灾突起时, 大家都纷纷往外逃跑, 只有住得离乾隆最远的永齐来到火场时。 看到父亲乾隆没有出来, 于是不顾个人安危, 往自己身上倒了一盆凉水, 就冲进火场寻找父亲乾隆, 永齐背着乾隆从火场中跑了出来, 这让乾隆十分感动, 他认为永齐是真心挂念自己安全的孩子, 是极为孝顺的人。 乾隆在继位之初, 就有着想立嫡子为皇储的想法, 所以他曾秘密策利原配妻子复杀皇后所生嫡子皇次子永连为皇储, 但是很不幸永连在九岁时夭折, 此后复杀皇后又生育了皇妻子永从, 乾隆也想将其立为皇储, 但是很可惜还没来得及秘密策利时。 永从就在两岁时夭折了, 此后复杀皇后经受不住两次丧子之痛的打击去世, 乾隆也暂时把考虑继承人选的事情搁置下来。 随着永齐的长大, 他优秀且全面的能力, 加上还这么孝顺, 因此在永齐永救乾隆出火场之后, 乾隆就已经有了打算想多历练考察一下永齐, 然后将他秘密立为皇储的想法, 于是永齐获得了乾隆重用, 开始过多地参与政治。 与此同时, 永齐的老妈于飞也因他被乾隆出火场, 受到了表扬和赏赐, 其实此前于飞已经因为儿子永齐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提升和不少赏赐了。 于飞出身低微, 虽然是蒙古人, 但他的家族系蒙古八旗包衣出身, 并非传统的蒙古贵族, 因此大概在雍正五年左右, 乾隆大婚前, 雍正派内务府赏赐给了他九名侍妾, 其中就包括了于飞, 也就是说于飞比复查皇后嫁给乾隆还早, 但却一直并不受乾隆喜爱和重视, 在嫁给乾隆之后一直没有生育子女。 而且在乾隆继位之后, 早期嫁给乾隆的侍妾们基本都被封飞或封廷, 于飞却只被封了一个低级的海长寨, 这也能看出于飞很不受乾隆的喜爱和重视。 这主要和他的家族出身低微, 以及他本人性格有关系。 看于飞去世后, 乾隆亲自给他撰写的记文就能看出他的性格, 乾隆在记文中用了纯诚秉致和温公负姓形容于飞, 这意思就是称他的性格温柔, 为人淳朴厚道, 用现代的话来说于飞就是标准的老实人。 现代人都知道, 老实人就是不太会说话, 不太会来世的人, 这种人在社会上是吃不开的, 同样在古代也是如此, 因此于飞的这种性格很难讨到乾隆喜爱, 所以在后宫中的地位也就很难得到提升了。 于飞最初在常在的位置上就熬了两年多, 后来乾隆觉得他毕竟是自己未登基前就嫁过来的女人, 念在旧情上才将他晋升为海贵人。 此后于飞就一直在乾隆后宫中不温不火, 不过幸运的是在乾隆五年时, 乾隆宠幸了于飞一次, 也是这一次使得他在嫁给乾隆十五年后终于怀孕, 这次怀孕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六年, 1741年, 于飞顺利生下了永齐。 永齐的出身让于飞在乾隆后宫中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升, 虽然最开始永齐刚生下来的时候, 乾隆还不知道他将来会有多么优秀。 但毕竟这是一个皇子, 乾隆还是十分高兴, 当即下指晋风海贵人为于飞。 随着永齐的长大, 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赢得了乾隆的喜爱, 也为母亲于飞迎来了晋升为于飞的机会。 可以说, 如果没有永齐的出生, 于飞很可能一辈子都是乾隆后宫中可有可无的飞品, 永齐的到来改变了于飞的人生命运。 永齐越来越优秀, 让乾隆有了想传位的想法, 按照后来乾隆对永齐的器重, 永齐会被乾隆秘密立为皇储, 而于飞甚至将来有可能成为贵妃, 皇贵妃甚或是皇后。 如同嘉庆生母孝怡纯皇后魏佳氏一样, 生前获得皇贵妃封号, 死后被追逝为皇后, 但是意外永远来得让人毫无准备。 乾隆三十年, 永齐不幸罹患了一种重病复古居, 永齐病重时, 乾隆十分关心他, 乾隆为了让永齐开心, 有助于他的身体康复, 特意下旨进封永齐为荣亲王, 永齐也是乾隆诸子中第一位, 获封亲王爵位的皇子。 其实荣亲王这个爵位, 在清朝有着特殊的含义, 代表着和太子之位挂钩, 当初顺治宠爱董厄妃, 董厄妃生育了皇四子, 顺治曾想立其为太子。 但是皇四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悲痛的顺治, 想追封皇四子为太子, 遭到了母亲孝庄太后的反对, 最后只得追封皇四子为荣亲王, 因此自顺治之后, 荣亲王爵位就意味着和太子之位有关系, 所以清朝皇帝几乎不会授予皇子荣亲王爵位。 乾隆在永齐病重期间授予他荣亲王爵位, 也是想暗示他, 将来他可以成为太子, 希望能让永齐振作起来, 对未来充满希望。 乾隆对永齐的偏爱, 也让朝臣和后宫妃嫔都明白了, 永齐这回如果病好了, 那他肯定是乾隆最主义的继承人选了。 这也让平日在后宫中低调内敛的于妃, 跟着水长船高。 不过很可惜, 在乾隆三十一年年初, 永齐还是去世了, 年纪二十六岁, 在永齐去世七年之后, 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秘密策立了, 他与令妃所生皇十五子于衍为皇储, 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嘉庆各方面能力都和哥哥永齐颇为相似, 能力非常全面, 文武双全, 还孝顺听话, 只不过永齐是样样通样样精, 嘉庆是样样通样样松而已。 总的来说, 嘉庆似乎就是弱化版的永齐, 也说明了乾隆后来, 其实是按照永齐的母版, 去选择继承人。 而乾隆选择嘉庆, 成为皇位继承人, 其实也是无奈直选, 乾隆的儿子们整体素质都不高, 要比他爷爷康熙的那些儿子们, 质量差远了。 永齐是乾隆儿子中最为优秀的, 而嘉庆虽然不是最为优秀的, 但他却和永齐很像, 是个全能型人才, 因此乾隆在永齐早逝后, 只能考虑秘密策立嘉庆为皇储, 可以说永齐不死, 皇位轮不到嘉庆身上。 这一点从乾隆晚年, 在召见英国使臣马加尔尼时, 就能看出来, 乾隆58年, 英国伯爵马加尔尼, 率领使团为乾隆贺授。 乾隆在招待马加尔尼的宴会上, 当这已经被他秘密立为皇储的嘉庆面, 称赞永齐, 其实正是皇无子于诸子中更觉贵重, 且汉文、满语、蒙古语、马步、 骑射及算法等事, 并皆贤习, 颇属异于比, 而是名言, 极富因并玄士。 乾隆这一次就是说永齐才是他最主义的继承人, 只可惜英年早逝, 当这已经被自己秘密立为皇储的儿子嘉庆面, 夸另外一个已经去世了快三十年的儿子, 而且还是对亦一个英国人夸赞, 可见乾隆对永齐的赞许和怀念, 其实乾隆晚年越发怀念永齐, 每逢永齐的忌日, 乾隆都会为他写上一首诗来怀念, 同时乾隆也会赵于飞来侍寝, 夫妻二人共同缅怀他们优秀的儿子永齐, 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思念, 乾隆才不会按照规矩行事, 按照清朝的规矩, 嫔妃只要上了五十岁就不必侍寝了, 可当时于飞已经七十了, 乾隆还时不时地翻于飞的牌子, 来到于飞这里, 聊一聊那个年纪轻轻, 就离开人世的孩子, 聊聊当初他们的故事, 由于于飞生性甜淡, 不惜后宫争斗, 而这点也正是乾隆最为喜欢的, 他喜欢跟于飞相处的感觉, 没有那么累, 可以在于飞这里找点心灵上的慰藉, 因为思念让他们在晚年越靠越近, 接于, 永齐的离世给这两个老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到了晚年越发思念之时, 他们都会常常在一起, 谈起那些年永齐所在的日子, 因为孩子, 他们的后半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一起携手走过最后的晚年时光, 不过所幸的是, 永齐留下了后人免疫, 乾隆命人将永齐唯一的儿子免疫, 收入皇宫, 交由于飞抚育, 于飞才得以抚育幼孙, 缓解丧子的悲痛, 此后于飞逐渐看淡了后宫名利, 虽然他在乾隆后宫中资历很老, 但是后来的令飞和淑妃都很快想方设法, 获得乾隆喜爱, 地位在他之上, 不过于飞对这些已经淡然了, 也因随缘的心态才让他得以长寿, 后来令飞和淑妃去世后, 于飞就成为了乾隆后宫中妃嫔之首, 但是这些对于飞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 乾隆57年, 于飞去世, 享年79岁, 他死后, 乾隆又想起了永齐, 乾隆十分感慨, 这回再想怀念永齐都没有人能倾诉了, 因此乾隆在于飞死后下只追封他为于贵妃。